日葵楼有2,700名居民需要接受 五天的居家隔禮 以及强制检测的安排 我们理解到禁足外出五天 对当村的居民有实质的影响 购买食物也有需要 所以我们从昨天开始 已经为居民提供早午晚餐 理解他们扣置食物的困难 虽然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但也提供少量的选择 包括猪、牛、鸡和素食 希望可以受强检的居民提供一个选择 在派送的过程中 我们留意到有个别言误的情况 我们会检视和作出改善 我们也会因应实际情况 是为了需要的居民提供 一些必须的家庭的用品 在2,700名居民里面 大概有700名是长者 我们考虑到个别居民 需要定期福检 以及服药的安排 所以我们是透过卫生署安排了2名的护士 驻守在我们的办事处 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这个协助 另外我们也设定了热线 由超过10名的同事去接听 了解市民在强检和家居隔离的时候的困难 以及查询以至求助和跟进 为了确保居民有罪去接受这个强检 我们除了让居民按自己的时间去检测之外 也会透过电话和上门提醒他们 有罪地接受这个检测 影攜流 今天晚上所实施的安排 我们也会采取同一的处理 也会由明天开始 为有受影响的居民提供早晚三餐